昨天比特币一度重挫12% 而且连续三天下跌 南韩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Rail 今天称系统在周末遭到駭客入侵 根据蓬勃的数据 纽约时间周日下午4点 比特币跌至6840美元 创下近三个月新低 使得这个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 今年跌幅扩大至52% CoinRail在官网上发布声明 称自家交易所的一些数位货币 明显被駭客所到 但并未说明损失价值有多少 CoinRail仅说 正与调查人员和其他交易所配合 试图查出入侵者并追回资金 目前交易平台已经暂停 数字货币的核心安全问题在于 货币本身通常只是代表一个特殊的数字代码 因此一旦数据被盗 拥有者就会被掏空 CoinRail表示 因为駭客企图入侵 目前正检查自己的系统 集团指出已经成功冻结 所有受到威胁的货币 而其他加密货币 则被存放在一个冷钱包里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 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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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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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